過去藝術與法務部教授巨大通常接待室 雖然名稱聽起來是招待宣 但實際上確實是威脅前世時期 政府用來征訊所謂 迫害國家安全和政治範圍的迷你場所 當時 國和民的激押 征訊 甚至違反基本民權的需求 都發生在這些陰暗的建築物裡面 經過國際特色組織 披露之後 阿康接待室成為了國際上俄文昭章的遺所接待室 今天 我們重新解釋這些不堪回首的歷史 就是要證明 民主化以後的臺灣 推動改新爭議 以後的政府 絕對不會再走下威權的這條會頭路 從2016年來轉型進行的腳步 一步接著一步往前推進 威權時期不當的有關判決 已經一一撤銷 法官調查局在內 威權時期的政治導彈 也陸續披防 移交給檔案局 將會妥善保存 開放和民主 副長會已經正式將翻看這段市 審定為副一移植 而且 行政院已經規茂 外獎納一給我們的文化部 納入景美人權園區 成為國家人權國務館 作為實現改新正義 推廣人權教育的激勵之一 我也要起訴我們的調查局 面對過去的歷史及其教訓 真正做到國家的調查局 真正的調查局 我是1979年12月13日清晨 在現在的一方教會的樓上 被擋住 當時是送到現在的金髮庫看搜索 我是眼睛被撞著 然後鬆手抗操 然後在警察公調查局 壓著車子 就送到現在的安刊調查處 並不知道我要送到哪裡 所以那個是一個非常 讓你心驚頓跳 非常統計的過程 時間對每個政治受難者來講 時間他們最需根本 他們現在都將近80歲以上 我們就希望總統 能夠注意支持 對於政治受難者 白色恐怖 當年他們的財產 應該歸狂 給當時的受害者